我们平常在行中一个人勤劳的时候 会用一些什么小动物 勤劳的小蜜蜂 下面这位嘉宾呢 就是像蜜蜂一样的人 他还真不是说像蜜蜂一样的人 他就是天天在跟蜜蜂打交道 所以我们赶紧来认识一下 接下来这位嘉宾 蜜蜂博士 罗奇华 有请 有请 好 罗博士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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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坐 来 好嘞 好嘞 跟蜜蜂打交道容易被遮吗 残事 基本上每天都要被蜜蜂遮 最多的时候一天遮几十针 然后眼睛会那个 遮成一条线 然后相残嘴 但是现在已经习惯以后 都不肿了 但是也会疼 就是被遮多了以后 再被蜜蜂遮已经不会肿 不免疫了 对 对 但是罗博士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 您看您博士毕业 按理来说 女孩子一般很少会愿意去 把自己 放到这样一个危险的环境当中 对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从事 和蜜蜂有关的这个工作呢 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 才逐渐发现 蜜蜂特别有意思 蜜蜂的王国 包括蜜蜂的精神 让我特别地感动 所以后来以后 我就读研究生 读博士 然后实际上 我是在博士毕业的时候 我有很多很好的机会去就业 比如说去某个国家的农业部 然后去继续深造 然后或者是进一个比较好的一些科研院所和大学 但是后来我都放弃了 为什么 主要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我在从事科研的这个过程中 就是发现科研它虽然高大上 但是它要它只有转化成那个农民能用得着的东西以后 它才有它的实际的效果 所以我就发现实际上农业 它缺乏一些科技推广最厚一公里的那么一个人 所以我就特别想去做这么一个人 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 最主要呢 因为我也是从农村来的 从小就生长在那个大山里面 所以说对那个农村有很深厚的感情 所以那个时候就选择了回到基层去工作 所以你就进到了蜜云的大山里面 对 扎根下来 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 最后一公里特别重要 从实验室到田间 它中间需要翻译 其实最好的翻译呢 就是从事科研的人 如果说我们不去做这一步的话呢 可能非常好的上乘的蜂蜜 它只存在于实验室当中 是的 但是呢你如果说把这个成果呢 你直接把说明书啊 读本啊或者说科研报告 你给到乡亲们 那它可能在进行成果转化的时候 它也不能够特别到位 对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能够有一个蜜蜂博士 去到大山里边 手把手地把这个科研成果 转化为大家都能够进行操作和使用的东西 那是特别棒的一件事 但现在扎根大山的主要工作 就是让蜜蜂产蜜是不是 对 以及加工成各种产品 对 能不能先从蜜蜂这个产出来的这些一个一个的产品当中 先让我们了解一下 好 就它最终的一个呈现是什么样 好啊 电厂有待吗 有有有 有待 那来来来 那好了 我们来感受一下 好的 产品都拿上来 这都是咱们蜜蜂博士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蜜蜂蜜制品 对对 这个是我们那个生产的羊怀蜂蜜 就是用槐花那样 槐花 你闻一下 特别香 因为我们蜜蜜场的这个槐花蜜和这个金条蜜全是野生的 可以可以可以 特别清香 好香啊 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叫金条蜜 金条蜜 蜜蜜就是说除了水库和这个居民区没有金条以外 全区都分布了金条 163万部 我更喜欢这个一些 其实采它们的蜜蜂都是同一种蜜蜂 对 只是它比如采的花不一样 对 或者花漆不一样 对对对 我们的季节产的蜜 对对 就采花不一样 这个是我们的蜂王浆 也是蜂蜜 就是蜂蜂产品里面最珍贵的一个产品 蜂王浆是蜂王产的蜜 不是普通蜜蜂产的吗 不是 是公蜂的那个王浆蟹产出来 专门给蜂后吃的 所以它特别的珍贵 那这些呢 这个都是从花扇采回来以后晾造的 它来自于植物 但这个是来自于公蜂的头部 分泌出来的 就是这么一碗 需要多少公蜂忙多长时间 这个就是说公蜂大概一升 它能吐的就是 就是以多少毫克来计吧 一只公蜂一升 能够吐几毫克而已 对对对 它是有甜味的吗 也是 有 有甜味 但它有点腥 有点辣 有点 也是甜 然后但是慢慢习惯了 吃习惯了 它特别好 想试试吧 它的味道很特色 完全不一样 不是那种香甜的感觉 是 有点辣 辣 酸 最后那个碗是空着的 我看是什么 是风辣 就是为什么是空着呢 一会我们压出来 以后就放进去 我们要现场制作是吗 可以试一下 来来来 对 我现场给大家示范一下 给大家割一下蜜 这就是我们天然 酿造成熟的蜂蜜 就是不经过人为加工的 蜜蜂特别聪明 它酿造成熟以后 完全好了以后 它自己把它封散 作为那个冬天的时候 人家的冬除凉 对对对 我们这个通常是 割来直接吃的 我觉得我今天要好好学一下 这怎么把它也割开 在家里面 你可以用个这种托盘 然后割多少 就是吃多少 幸福的生活比蜜甜的 对 让你们尝一尝 我们甜蜜的生活 我们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尝一尝 对对对 就是这个把蜂巢一次破以后 它那个蜜就流出来了 那口水也跟着流出来了 是不是 好 我要把它给掏下来了 这样就能弄下来了 等一会儿 这一块靠边的没太割得太好 哇 镜盈剔头 看着真不错呀 真是镜盈剔头 这真的是 别浪费了 别浪费了 没有 一会儿 牙签 牙签里面藏一下 我们拿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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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拿一会儿 我没拿手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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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勺子来 勺子来一会儿 尝尝我们正宗的蜜云蜂蜜 我们蜜云蜂蜜是全国很出名的哟 不蜜 很甜 但是不蜜 对 真正的蜂蜜 就是就刚才那么一小块 把整个的口香全部都填满了 那个蜜汁把你的口香壁 全部包裹起来 你每一个有味蜜的地方 都能够被刺激和感受到 对不对 对 说出了我的所有感受 哦 真的很香啊 对对对 好的蜂蜜就是这种感受 不要浪费 来 来 再来一块 你还出钱没玩 你平时不一定能买得到 这么好的蜂蜜 这个属于在生产线上面 现吃啊 对对对对 这个是什么 蜜就会直接搅到 蜜可以直接搅到 因为我们这个是纯蜂的 做的一个操纱 然后如果直接咽下去 对 还可以吃变蜜 其实蜂蜜全身都是宝 我们现在是要把蜂蜜夹到 夺利道里边是吧 压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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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把蜜给它压榨出来 对对对对 你会 你会有那种被需要的感觉 对被农民需要的感觉 你就会找得到另外一种价值 这样子挤压 通过 这样把它压出来 把它贴下来都放到里边去 然后来挤压 对对对对对 把蜜汁给它 压出来 对对 这样出来以后 我来吧 这种力气活 好好好 加油 加油 哎呀 哎呀 美好的生活 要靠劳动来创造啊 美好的生活那里来 要靠劳动来创造 哎出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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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不要太丰富 真的 加油 这一刻简直真的你没有见证到 你现在是用劳动力来创造 你看我这都给它压出来了 哇 对 蜂蜡就留在里面是吧 留在里面一会儿我们再来收拾吧 好 刚才我们是体会了蜜云蜂蜜的美好 是 从它的形 从它的胃 从我们在劳动压榨这个蜂蜜的整个过程 嗯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因为我是一个搞科研的人 搞科研出身的人 我所掌握的知识都是一些科研的 我给大家讲的时候 通常是不接地气的 嗯 很不接地气 而且的话很多蜂蜂啊年龄都很大 很多人刚开始是对我是怀疑的 不信任 啊 觉得你才干几年跟蜜蜂打几年交道啊 对 所以说当初也也曾经有那么一小段的时间 觉得挺失落的 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我自己养蜂 我第一年去了以后 我就开始租地自己养 然后养了以后 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慢慢的发现了 养蜂身上存在的各种问题 嗯 然后呢以后我就拉着一帮那个蜂蜂的孩子 他们的孩子都年轻嘛 他们能够接受新的知识 我就跟他们的孩子克服了 然后呢拉着他们的孩子一块做 风龙刚开始也是看热闹 后来以后他发现哎真有效果 后来他就跟着你学 蜜蜂啊从过去好像您刚去的时候 有大概五六百户养蜂的 对到现在两千多户 对 而且他们的生活质量一定得到了很大的改变 嗯是的 咱们让他们自己来说好不好 听听他们怎么说 来 我们请他们上掌 有请 来 欢迎二位 欢迎二位来请坐 来 主持人好 哎呀来就来嘛 你说你还带个字幕来的 哎呀可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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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两位先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刘洁良 是来自北京密云的新一代养蜂人 我现在一直从事的是蜜蜂的养殖管理工作 和现在的一些蜜蜂养殖技术的服务工作 你看同时我就带了两只蜂 这是我们蜂王啊 这两只蜂王是咱们蜜云区自主培育的蜂王品种 蜂王呢一只叫一个是蜜云一号 还有一个是蜜云二号 哦 我以为蜂王比普通的工蜂要大好多呢 对对你看 大不了太多了 没大多少 个体偏大一点的就是蜂王 我们现在蜜云区有一个自己的种蜂的培育基地 功劳还得归功于我们的花博士 我们的罗站长 来刚才那是蜂二代 该你了介绍介绍自己 好 我是蜂三代 我爷爷是养蜂 蜂农 然后我父亲呢是从90年左右开始收蜂蜜 卖蜂蜂 就是做 然后从04年成立了一个养蜂合作社 到我这呢我们就弄了一个一蜂大世界 然后我带上来的这个蜂蜜的香皂 蜂蜜的蜂蜡的口红和春糕 还有蜂蜡的蜡烛 以及我们蜂蜜制作的甜品 蜂蜜蛋糕 我们的周边产品真的不少啊 对 这些点子就是好多新的想法和思路 都是我们花博士给我们一些好的建议 我们是合作社嘛 然后也是目前我们有 合作社有800多户蜂蜂蜂 就是花博士里边有一些新的养殖技术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多香体 这个多香体养殖技术 真的在实践以后 它是不仅让蜂蜂减轻了劳动力 而且还能让蜂蜜的质量会更好 而且产量也更高 收入会成倍地增加 乡亲们都富起来了 对 我们尝尝吧 尝尝尝我们蜂蜜蛋糕 好 非常甜 可以的 我实话实说 蛋糕本身比外面的这一层还甜 里面非常香甜 而且它有一股 就是很正的那个老蜂蜜蛋糕的味道 对 好像我小的时候吃 才吃得到这个味道 是不是在制作的时候 这个蛋糕的这个面粉里边 就在已经获进蜂蜜了是吧 其实刚才听到的就是花博士 给我们带来的这段讲述 走了这最后一公里 然后也给我们的封二代 封三代 她们生活真的是切身 带来了很多的改变 对 那二位今天能够来到现场 是不是也可以代表我们这些养蜂人 说一些心里话给我们的花博士 一个女子 一个人只身前来 然后带来了这么多新的改变 对于大家来讲 生活上 精神上 可能都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对 花博士从第一年来了以后 我记忆最深的意思就是 吹风山肿风场 就是花博士一手组件 然后那会儿她还怀着孕 七个月了 自己坐绿皮火车 坐了二十多个小时到吉林 因为吉林所是非常专业的 一个育种的机构 坐二十多个小时车 然后到那去挺着大肚子 然后去那请专家 然后最终通过一年左右时间 把这个总风场建立起来 这是让我非常敬佩的一个一点 因为我觉得这个花博士是一个 他是特别想干事 而且能干事 最关键的是他是 想风中所想 急风中所急 只要风中有什么疑问 有什么疑惑 第一时间他永远冲到最前面 然后帮助风中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真的是这样 你看我是15年回来 从事养风的 但是当时我的 就是养风的概念是 停留在咱们国内传统的这种养光概念 但是跟花博士这边接触之后 我让我思路一下就开了 我跟咱们花博士就说 接下来我想全部的 全面应用多样体的这种生产方式 当时咱们的花博士 给我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信心和鼓励 他说小刘 我支持你 你就全力去弄 说你碰上什么技术问题 碰上什么难题 你跟我说 我们风业站那边给你解决 我们解决不了的 我们可以给你找养风的这块 秘方走的专家给你解决 哎呦 全力以赴 对 对我们那个新型的这种技术 真的是非常非常地 这是一个保证 对 所以说让我一下就吃了一个定心完一样 我才敢全面地去应用 这种多样体的生产技术 科学真的是第一生产力 是 而且花博士呢 一个人就改变了上千个家庭的面貌 所有的以前的付出也好 辛苦也好 眼泪也好 我觉得都特别值得 觉得这种幸福感 永远没体会过吧 幸福像花儿一样 对对 有没有什么接下来的计划 或者说你的愿望是什么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说 把我的科技成果 洗在足够的大地上 满山遍移的金条花即将绽放 我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些蜂农 今年能够得到一个特别好的收成 听完了罗博士说之后 我觉得就让蜜云的花开得更艳一点 更美一点 也让我们蜂农们的口袋更古一点 是 蜜云在一片花海当中 可能最灿烂的一朵就是我们的花博士 像小蜜蜂一样飞来飞去 但是呢把幸福和甜蜜 播撒给了更多的家庭 我们也想送给你一首歌 就叫《信仰的光芒》 谢谢 谢谢 祝福你 祝福也像蜜云 太阳会升起在相同的方向 请不要悲伤 坚持一颗无所畏惧的心脏 任许风霜 传说许久有龙的力量 是谁在吟唱 英雄总会在最关键时出场 就像一道光 订队 顶持好你的行囊 疯狂推抗 激到自己内心的空谎 就算有阻挡 天气胸膛 看荣耀就在前方 确定好你的方向 两分之后 汗水洒在脚下的土壤 不要再隐藏 心中的梦想 去绽放 就像一道光 太阳会升起在相同的方向 请不要悲伤 坚持一颗无所畏惧的心脏 任许风霜 传说许久有龙的力量 是谁在吟唱 英雄总会在最关键时出场 就像一道光 订阅好你的行囊 疯狂对抗 激到自己内心的空谎 就算有阻挡 天气胸膛 看荣耀就在前方 确定好你的方向 要分之后 寒暄洒在脚下的土壤 不要再隐藏 心中的梦想 去绽放 得好 顶步 感谢观看